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熙,欢迎大家回到课堂。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来讲第三方支付当中最后一部分,就是网关支付。 我们在前两节呢,讲了一下虚拟账户支付和线下支付。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来讲网关支付。 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呢就是看看网关支付的基本概述。 然后我们讲述一下最典型的网关支付,手气易支付。 最后我们做一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一个对比。 我们先看看例子啊,这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大,南京交大,南京大学,无所高校招生。 那么决定在2010年来采用合作的方式开展自主选拔招生。 那么为了方便那个各地考生的报名啊,这五个校决定呢,采用,首次采用网上缴费的方式。 在2010年,也就是十年之前,我们首次采用了网上报名的方式。 那么这个使用的平台,就是手气易支付的平台。 那么这个举措不单方便了考生,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报名的效率。 那么在2010年,其实首次采用网上支付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它的基础很稳定,并且是一个很安全快捷的一个支付方式。 那么在当时,我们说该平台已经支持多大24家银行,60余种银行卡,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多种国际信用卡。 那么说,它被教育机构在人力财政方面减轻了大量的负担。 那么这是当时,那么作为这次网上缴费的独家支付方案提供商,我们的手心意支付,也是国内首家承担高校联合自主招生的独立的第三方支付企业。 那么我们说,这个教育消费一向是国内最大的一个消费热点。 我们说不但是大学,其实各种啊,出国啊,上班啊,等等。 那么这个缴费作为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经历了由线上报名,线下缴费,到线上报名,线上缴费的一个巨大变化。 那么最早呢,这一方面就是由手心意支付来推动的。 那么手心意支付,它就是一种典型的网关支付。 那么网关是什么?网关支付又是什么? 我们当时以前讲电压机网络的时候提过啊,什么是网关啊? 网关其实就是在网络层上来处理不同协议的这么一个服务器或者一个服务。 那么网关支付呢,其实就是说在银行的金融网络系统和internet网络之间做的这么一个接口。 那么是由银行操作将internet上传输的数据转换为金融内部结构数据的一种服务器设备, 或者指派给第三方处理商家支付信息和顾客的支付指令。 那么通过支付网关就可以保证internet上的用户和这个商户之间他们的信息, 因为这个internet上的协议呢,我们说和银行内部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可以来处理所有的internet的支付协议,包括了安全协议啊,交易交换啊,信息转换啊等等。 我们讲过SET,对不对?那么SET协议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网关协议。 当然这种网关协议呢,它更为复杂,包括了流程的债账, 但是对于网关支付来讲,它就没有那么复杂, 它只是完成了internet网和金融专网之间的协议的一个转换啊。 那么对于网关支付的模式呢,主要有两种啊, 第一种是单独的网关支付啊,单独的这种网关的支付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一样啊,它没有内部的交易功能, 只是作为银行和商家之间的一个代理啊, 所以说它这种支付网关就是连接银行内部的金融专网, 和互联网的一组服务器啊, 完成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转换和数据加解密的工作。 我们说银行的这个专网, 它的安全性要求是很高的, 它不能直接和互联网相关, 它相连,它一定要通过一个网关来进行。 另外一种呢,就是基于这种电子交易平台的第三方支付网关模式啊, 这种网关越来越多了啊,比如说手信运支付,比如说云网Apps, 那么这就是支付网关的两种主要的模式。 然后呢,网关型的这种发展呢, 我们说现在呢,越来越, 我们说网关它其实相对于说比较简单, 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协议的转换, 它其实就是一个中介, 所以说从业务上来说呢, 它必须要和企业和银行合作, 来为银行提供接口, 但是呢,它又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接口, 所以说呢,在最开始, 这种网关型的支付一直是这种价值链的最底端, 因为它提供的功能太少, 因为这个银行接口, 银行也自己可以做, 所以说单纯的这种网关型的支付, 其实有很大的困境, 当然, 现在这种网关型的支付变得越来越多了啊, 就慢慢的介入到了交易当中, 所以说呢, 这种网关型支付要想发展, 必须把三个环节, 银行, 网关和商户都要处理好, 它要最上要完成对银行的连接, 最下要完成对商户和挑费者的这种更加的贴近消费者, 为消费者可以更好的服务, 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好好的发展, 才能取得生存, 而手细以支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手细以支付其实很厉害啊, 它是相对来说最早的一个支付平台, 它比我们以前讲的都要早, 它比支付宝短了好多啊, 它最早呢是首都电子商城的一个网上支付平台, 早在1999年3月, 它就是国内的首家中立的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 当时还不叫这个第三方支付呢啊, 它是首家独立的这种网上支付平台, 它开创了很多中国的第一, 比如说跨银行, 跨第一, 跨多种信用卡, 这种支付方式, 并且它有一个这种交易模式的二次结算的模式, 以及相应的信任机制, 所以说对手机一支付来说, 它支持国内二三家银行和四种国际信用卡的在信用, 它当时最早, 我们说它是首都商城嘛, 它最早服务于国正八百多余家的这个企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 社会团体等等, 对于守信用支付来说, 它主要主打的就是公共支付, 教育支付, 会议支付等等, 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它向教育科研政府部门提供支付服务, 所以说它是首都的一个示范工程, 我们说它是很早的一个, 那么一九八年, 它其实就是, 它就北京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 信息产业部, 内贸局等, 共同启动了首都电子商务工程, 然后我们的这个电子商务发展很早, 九八年就开始, 当然, 但是是说, 当然条件所限, 各种各样的限制, 那么守信一支付, 在九九年三月份就开始正式运行了, 当时它凭借着独特的二次结算模式, 作为独立的中立的第三方, 是从来的构建, 电子商务的法律, 信用环境的一个必要主持的部分, 那么这个二次结算这个过程呢, 其实它就不单单是单纯的来连接银行和网关了, 而是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 它保留下来了商户和消费者之间的有效的信息, 为双方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 提供了有利的保证, 而且它是当时国内唯一通过ISO9001和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支付平台, 那么我们看看, 这就是手信息支付现在的一个界面啊, 主要是它是一个国际领先的一个支付平台, 那么我们看, 对于手信息支付来讲, 它有三大主要的产品, 那么具体产品我们不说了啊, 首先第一个, 它是一个互联网支付, 那么包括了B2B和B2C的一个支付, 第二个呢, 是移动支付啊, 包括了协议收费啊, 扫码支付等等, 那么第三个就是跨境支付, 它近年来主打跨境支付啊, 包括资金出国啊, 资金出境和资金的入境, 两个方面都要做啊, 所以说对于手信一支付来讲, 这三项就是它的主要产品, 互联网支付, 移动支付和跨境支付, 那么对于它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 境内卖支付的一个结算的统一, 统一结算的一个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包括了很多的商业伙伴啊, 比如说啊, 美这个服务的订单啊, 这么多笔啊, 相应的客户啊, 我们的交易金额啊, 将近三千亿美元, 所以说手信一支付, 它其实现在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它来讲呢, 它的产品有很多优势, 比如说多通道的支持啊, 支持银联和网联, 那么定制化的服务啊, 全平台的接入啊, 多维度的风控啊, 每个第三方支付现在都有一个风控的, 那么实时的清算和结算, 以及大客户的服务, 它的产品具有这么多优势, 那么对于手信一支付来讲呢, 它其实专注于几个行业, 我们说现在这个支付啊, 第三方支付这个行业, 这个化飞越来越明显, 当然除了支付宝和微信, 全民在用, 但是对于这种大型的这个行业应用, 其实手信一支付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主要集中在航空旅游业, 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那么最早的教育行业依然没有落下, 接着呢是这个跨境电商, 那么包括境外收单, 我们说手信一支付现在主要集中的教育行业, 还有这个进出口, 或者跨境电商境外收单的行业, 最后他还是和老板行这个会议会展行业, 所以说手信一支付现在发展很快啊, 其实他不停的调整自己, 来适应我们现在整个中国飞速发展的第三方支付的这种现状,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相应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对比啊, 那么首先我们看就是支付宝, 支付宝呢其实他这个优势很明显啊, 我们说现在呢他是最早的一个虚拟账户这种方式, 那么他提供了这种信用平台, 而且对交易有很多的这个支持, 那么但是呢支付宝对银行的依赖性性面也挺强, 当然现在支付宝有了各自的这种相应的东西啊, 相应的一种金融服务啊, 所以说这一块越来越好, 而且结算周期相对来说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拉卡拉, 那么拉卡拉的好处就是说他是线下支付, 当然他现在不只是线下支付, 但是他提供了线下支付一种手段, 而且结算资金的结算周期很短, 线上线下都能交易, 而且现在他不断的发展起来做这种民小店啊, 这种方式为一种小型店铺提供更多的支持, 特别是这种智能终端啊, 那当然我们说智能终端纠纷也多啊, 那么这是拉卡拉, 然后呢就是手信一支付, 那么手信一支付呢, 现在主要他就服务于行业, 那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他现在提供这种行业服务啊, 航空啊, 教育啊, 包括跨境的啊, 和这个会展行业, 所以说现在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新啊, 我们说这就是不同平台的一个比较啊, 当然其实我们走的来说呢, 其实第三方支付有很多啊, 我们这里只能减几个主要的来说啊,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百度支付啊, 比如京东支付啊, 比如说那个就义之付啊等等, 好多好多, 其实很多啊, 但是我们在课堂堂来说, 就不一一去讲, 好吧, 那么对于那个第三方支付, 我们就大概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张再见。